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要為各位同學介紹直流發電機的並聯運用 在這個單元中 我們將介紹第一個並聯運用的優點 第二個並聯運用的條件 第三個並聯運用的電流分配 各位同學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要用數台小容量的發電機並聯運用 而不直接使用一台大容量的發電機呢 各位同學讓我們趕快開始吧 首先我們來介紹第一個並聯運用的優點 並聯運用叫單機運轉具有下列好處 第一個提高運轉效率 發電機運轉效率是以滿載為最高 如果負載太輕或者是過載都會效率比較低 所以我們可以試負載的需要來增減發電機並聯的數目 讓每一台發電機都能夠運轉在滿載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提高整體的運轉效率 第二個 突破單機容量的限制 大容量發電機因為有幻象困難的問題 所以如果單一台發電機沒有辦法提供大容量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改用多台小容量發電機並聯運轉 那這樣子就可以克服單機容量不足的問題 第三個提高供電的可靠度 使用一台大容量的發電機發電的時候 如果故障就會造成全部停電 那如果我們用多台小容量發電機並聯供電 假設有一台發電機故障 還是能夠維持部分的電力供應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增加我們供電的可靠度 接下來第四個 減少備用發電機的容量 因為為了避免故障而產生停電 通常我們必須多準備一台備用發電機 那如果我們採用大容量單機運轉 則我們發電機備用容量就要比較大 那如果我們採用小容量發電機並聯運轉 因為有數台發電機同時故障的可能性較低 所以我們的備用容量就可以變得比較低 也就是說我們並不需要 假設有五台發電機同時發電 那有一台故障了 我們的備用發電機只需要一台而不是五台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第二個 並聯運用的條件 並聯運用需具備以下的條件 第一個端電壓要一樣 第二個即興連接也要一樣 第三個負載分配要適當 負載大小跟發電機的容量成正比 與電輸電阻成反比 第四個必須具備相同的外部特性 才能夠合理的分配且轉移負載 第五個如果我們使用的是過負機發電機並聯 我們就必須要加裝均壓線 那各位同學可以在右圖中看到均壓線連接的位置 應該要在電輸上面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第三個並聯運用的電流分配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圖中左側的部分 左側的部分它的電輸電流 會等於Ia1加上If1 也會等於Ia1分之Ia1減掉V1 那右側的部分 它的電輸電流Ia2 會等於I2加上If2 也會等於Ia2分之Ia2減掉V2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例題 A機感應電視110V 電輸內組0.06Ω B機感應電視106Ω 電輸內組0.04Ω 如果我們把AB兩台分機直流發電機並聯 來共同提供200A的負載 求第一個各機供應的電流 第二個負載端電壓 第三個各機供給的功率 首先我們來計算第一個各機供應的電流 首先我們必須列出一個聯力方程式 我們知道負載電流是等於200A 所以我們必須要列出 Io等於Ia加Ib 另外一式是Ea1減掉 Ra1乘上Ia 會等於Ea2減掉Ra2乘上Ib 接下來我們把數字帶進去 200A等於Ia加Ib 110V減掉0.06Ω乘上Ia 會等於106Ω減掉0.04Ω乘上Ib 接下來我們把數字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可以得到Ia加Ib等於200 0.06Ω乘上Ia減掉0.04Ω乘上Ib等於4 接下來我們再把數字稍微整理一下 Ia加Ib會等於200 而1.5Ia減掉Ib會等於100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求出 2.5Ia等於300A 而Ia就會等於2.5分之300A 等於120A 接下來因為Ia加Ib等於200A 那Ia我們已經計算出來了 是120A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Ib等於80A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A基供應了120A 而B基供應了80A 接下來我們來計算負載端電壓 負載端電壓VL會等於Ea減掉RA乘上IA 所以VL會等於110Ω減掉0.06Ω乘上120A 那VL會等於102.8Ω 那所以我們就求出來負載端電壓等於102.8Ω 接下來我們來計算各基供給的功率 首先我們來計算PA PA會等於VL乘上IA 那就會等於102.8Ω乘上120A 所以會等於12336W 接下來我們來計算B基所提供的功率 PB等於VL乘上IB 就會等於102.8Ω乘上80Ω 就會等於8224W 看完這個單元 各位同學應該可以了解 直流發電機並聯運用的好處有四個 分別是 1.提高運轉效率 2.突破單機容量的限制 3.提高供電的可靠度 4.減少備用容量 各位同學要記得喔